驾驶一下车就和女警吵了起来 还说自己以前待过交通大队 非常清楚脱掉程序 双方当街起口角冲突 脱掉业者出面缓夹 大哥 我刚看到你在车上 我刚想说 有人有人 你怎么摸摸摸是怎么啦 因为他放下来 本来就会有一个牵引力了 这起脱掉事件 发生在周日上午 新北市卢州的书虹道 有路跑比赛 驾驶大喇喇 把车围停在路边的红线上 疑似闭目养神 没有注意警方和脱掉车靠近 连封条都贴上了 倒车准备把车拖走当下 驾驶才下车理论 认为警方没有发现 车上有人就脱掉 非常离谱 本案执行联请 为仔细查评 车内有无人脸 却有实施之情形 本人警将对付案例交易 并加强宣导 驾驶批评警方执行疏失 但红线违停是事实 更何况违规在先已经理亏 其实按照脱掉规定 远警认定违规事实 完成照相彩证 制作举发单 还要确认车上没有人 才能贴封条脱掉 如果民众敢在上辅助轮 之前到场都还有得救 而有人在车上 本来就不能脱掉 毕竟要是发生意外 谁来负责 大家好 我是盈彤 想要来抢先掌握 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的 YouTube频道